請教下柯市長 就是柯市長日前提出那個驚嚇大潮的議題 那有立委認為這是您2024的起手式 那有議員林隱孟批你是場當吳三桂 那柯市長怎麼看 這個是這樣啦 如果講 食物上面 其實 金門有三個問題要解決嘛 他的產業問題 還有他的社會經營的成本 就是說他的 水、電、瓦斯、油一大堆問題 當然還有一個是交通問題 還有一個是醫療問題 那 你要知道現在台電 一年大概要補貼金門 發電成本大概要20億 為什麼 因為你要油運去那邊燃油發電 所以他成本就相當高 你要從廈門直接接電過來 一度電大概就差了 我看大概可以差到15塊錢 所以也就是說 就純粹經濟上面的一些合作 水電、瓦斯、石油還有這個交通 其實是可以兩邊是可以討論怎麼合作 讓他的整個社會營運成本比較低 當然這個金門現在也是 特別在疫情一下來 他的長住人口也下降 還有一點 我說純粹從經濟上面考量 當然做個驚駕大小 對金門是好的 但今天就很多人拿政治議題來討論 你們都忘記小三通是誰做的 當今的總統蔡英文在當陸委會的時候做的 其實有時候蔣川的驚嚇大小 只是目前的小三通運作更有效率而已 所以我一直無法理解 這些民進黨的徒子徒孫 怎麼在反對他們的總統當年定的這個 他還引以為傲的政策 你說那個是什麼 什麼方便解放軍進攻 你怎麼說方便我們國軍反攻大陸 奇怪 這麼沒有志氣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